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叶道荣专门在江边种植了水竹和紫竹 十多年过去了 那里的绿竹已经成荫 老爷他是我们村里的双上一个冷冷 特别是在去年那个 那个 那个 什么物证峰会 那个事情呢 通过媒体宣传以后呢 把我们整个村的知名度都提高 也可以说是我们 宣传我们村的一张名片 我们有了他这个 主编费产业在我们这里 所以我们 后来我们帮自己年纪 弹出一些地方免费提供他使用 这也算是他的一种机器 这也算是他的一种机器 加热 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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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边产品的制作需选取上加毛主 按照设计要求锯成段 用灭刀抛为灭条 再把粗灭抛成粗细布等的细灭 液溶到抛灭技艺高超 能够把一毫米厚的灭条 抛成均匀的八层 十六岁那年 他到浦江灭社当学徒 拜著名灭将潘子清为师 五十多年来 叶道荣在继承前辈匠人的基础上 一直在探索逐边近义的推陈初心 都要饭掉就好了 稍微降低后 成功的热口 写真 不得流舍 因为做这个工艺品,它一天就是,它是神手工的嘛,工资比不上入水精的高,所以几个土地都改行,就是我最大的土地还一直跟着我这样子做。 它又因为喜欢主编嘛,不愿意把这个传统行业把它丢掉的,所以这样子下来,它不是说看钱,看钱的话它马上就要转行去的,主要就是爱好主编这样子下来。 为什么去学那个手艺?老人家说,良田千秦,不如仆役再生。 随点手艺也有饭吃,就是这个道理。 我后来也带了三十个土地,土地的土地也带起来了。 到后来改革开放之后,他们都改行了。 我也曾经改行过,开过青年三轮车。 。。。 他们已经是这样子搞得不好,我刚才会继续完成。 欧阳,点开放, 要不想把饼子弄、 太阳子弄。 我弟弟这个脑子很聪明的 他从小就创造这个那个的 他始终也搞起来的 那个东西测料他也装起来 这样子的 他对什么时间都很认证的 这个时间他做了以后 这个非要把它做好为止 这样子的 不做好的话他饭都不吃的 这样子也不硬进的 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那看一下我上次订的户好了没有 因为前几天很忙嘛要过几天 哦还要过几天呢 你这个边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大花粉 哦这个是大花粉 我看你们的做工很好的 这个工艺很稀的 我这个主编的话一开始的话也说不上爱好跟喜欢 就是反正教你在做都一起在做了 但后来呢就是看到那些成品出来的 现在的话看看看看就是有点喜欢上这个行业了 等于说这个传统鱼嘛也面临流失的了 我想想吧也既然做了这么多年了 然后自己感觉也有点喜欢 然后就坚持住下去吧 主要嘛现在就是说那个这个主编嘛 因为是纯手工的 他没有一点玩机械代替的 纯手工呢那个耗子很厉害 耗子很厉害 然后就是可能做一件成品出来的话 可能要十天半个月了 这个的话就是也比较慢了 比较慢工出息我一样的就是 反正就是说现在呢来学的年轻人也不多了 因为他可能是他学的这几年可能他产生不了这个这个教族啊 因为这个行业的话不像其他的行业 可能你三个月五个月他可能就有一定的那个技术了 这个的话可能你学不学个三年五年 你也达不到一定的那个技术 所以在学这块还是有感度的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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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一天到晚跟竹子打交道 叶道容的业余生活就是跑跑步拉拉二胡 他呢长满了老简的手指 搭在二胡的弦上 跟在竹器上一样灵活自如 他的工作室每天都有人来参观